我们下面呢 就看它的第二个 配置文件的第二项 Errorments 这个Errorments 我们在前面的demo项目里面 已经见过了很多次了 它呢 就是对一个整个我们这个 应用程序的环境的一个设定 它可以设置多个环境 那环境里面呢 可以对它的这个DataSource 做一些设定 还有对它的这个数据库连接之后 对它的这个事务管理啊 做一些处理 然后这儿呢 可以设定一个环境的默认值 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 在我们的代码里面啊 如果说这边 我们前面刚刚做那个例子里面 你看到它可以指定一个这个环境 环境过去 比如说刚刚我们指定这个POD 它就会读取我们这个POD 所定义的这个Errorments 如果不指定的话呢 它的默认值啊 是什么 就在这里可以做一个设定 那整个这个Errorments这个设定呢 其实就有两个东西 我们现在不明白 一个就是它的事务管理的配置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DataSource 后面有个Type啊 它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下面呢 就着重讲这两个东西 首先我们先看这个 TransitionManage后面 Type指向JDBC 这个是干嘛的 那这个呢 就是表明我们这个数据库的 事务的操作方式是什么 它这里呢 只有两种属性 一个呢 就指向JDBC 还有一种呢 是指向叫Manage的 这两个分别有什么不同呢 在讲这个之前呢 我可能要先给大家讲一下 什么是事务 我们举一个现实当中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去买票 当我们第一步是要干什么 把钱给售票员 第二步呢 就是售票员把票给我们 这两个动作呢 是必须一起完成的 如果说我们光给了钱 售票员不给我们票 那钱必须要被退回来 所以这两件事呢 是有原子性的 是不可分割的 那这就是一个事务 那对于我们数据库来说呢 这个事务的观念呢 尤其重要 因为我们在数据库操作当中 经常有一个操作 比如说 我们先要在A表中 插入数据 如果插入成功呢 B表中也一定要插入数据 如果说B表插入失败的话 那A表的数据呢 必须不能插入 那这里呢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一段代码 就是我写的这个JDPC的连接 我们把前面这段给注释掉 把下面这段注释打开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原来有一张student的表 我们第一步呢 是要往这student的表里面 插入一个student的信息 然后第二步呢 我们又重新定义一张表 叫Operation Log 就是操作日志 那操作成功之后呢 再插入这个 用学生表到数据库之后 成功之后呢 我们不需要在这个日志表里 记录一个操作日志 就是说有一个插入操作 在什么时间被执行了 那这两个插入动作呢 必须是同步完成的 假如说是学生 这个student插入一条记录 这个日志表必须被记录 那如果说学生插入失败 这个表里是不会记录的 那如果说这个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说这个插入这个日志的情况 如果失败了 这个学生表呢 也不应该被插入进去 所以说呢 对这两张表的操作呢 就是一个原子性的操作 刚才说的第三种情况呢 就需要一个回滚 如果说当第二步失败的话 第一步的这个操作事情呢 必须回滚回来 那这里呢 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段操作 看我们现在写的这段代码呢 可不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第一个插入学生 第二个操作这个操作日志 那首先呢 我们先把这个 有一个这个表 我们要见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的字段 首先有一个ID 就是一个资争序列 没有任何业务意义 第二点是一个操作类型 比如说我们记录这个操作的是删除啊 还是插入啊 还是更新啊 那还有一个操作日期 就是什么时候做的 这是一个很简单 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日志表 执行一下 好 资争表建成功了 那我们回过来 我们来执行一下这个操作 嗯 要插入一个新的用户 我们把这ID改一下 免得有重复的问题 逐渐冲突的问题 我们执行一下 四十九号有错误 Nonpoint Exception Connection为空应该是 啊对 这里 我们刚刚注释的时候 把这段圈注释掉了 注释错了 应该是注释到这儿 再执行一下 OK student插入 Operation Log插入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数据 reflash一下 Table 嗯 这里有一条插入操作被记录进来了 然后这里呢 这个新的用户也被插入进来了 那这时候呢 程序似乎很完整的执行了这个两条插入 这个语句 但是呢 是不是能够满足我们刚才说的第三种情况 如果出问题的 比如说插入这个Operation Log的时候出问题的时候 那这张表呢 是不是会回复回来呢 来我们试一下 这里呢 我们采用一种取巧的方式 假设呢 我们在插入第二条Operation Log的这条记录的时候呢 出异常了 我们呢 直接 直接写一个异常出去 这是这种方式呢 也是我们经常 在实际的项目当中啊 呃 也会经常用 用这种方式来做debug 来模拟一种事物的操作 那下面这点上代码注释掉 它就变成死代码了 因为永远不会执行到 那这时候我们把这个 组件换一下 我们来执行一下 OK 它这里报错了 那第一条是引设进去 我们来继续卡一下这个数据库 呃 拉一下 我们看 第4 32 ID32 被插进去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Operation表呢 哎 没有记录插进去 因为它这边已经出一场了 那这时候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就是说当这个插入第二条数据的时候 失败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呢 第一条数据应该不能插进去 所以呢 这个就不符合我们一个事物的操作了 也就是说我们 兑换成现实中例子 就是说我钱给了售票员 售票员不给票给我们 然后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那当然是不可以容忍的对吗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JDBC啊 它要做出我们这种事物的管理 它自己本身JDBC怎么做 我们说买Betas它底层也是JDBC的操作 对吗 那JDBC它本身一定要可以支持这种事物的操作 我们的Mobilis才能干出这样的事情 那JDBC它底层是怎么做的呢 这里我直接实现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这边有个connection 我们要把这个connection呢 有个标记给设计成这个 out to commit这个东西 给设计成force 这个属性 这首先呢把它设计成force 然后呢在这个acception的时候啊 我们把这个connection呢 做一次rollback回滚 啊 名字打错了 这时候呢 我们再试一下 那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组件给 给换一下 不然会爆组件冲突的问题 看依然是这样的log 但是呢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 首先先看oppressing这张表 还是没有记录插进去 然后再看这个student表 你看 刚才我们定义的这个33 这个ID啊 33的这个理事啊 就没有插进去 这时候JDBC呢 就帮我们做了这个事务的管理 虽然这边log已经打进去 也就是数据库里面的这个数据 被插了 但是呢 由于出了异常 这里呢 又把它回滚回来了 最终结果呢 是在这个数据库里面 没有记录插进去 那通过这个简单的事例呢 我们了解的这个数据库啊 事务在JDBC里面是怎么操作的 那回过头来呢 我们再看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配置里面 刚刚讲的这个 mobilist的配置 我们说这个全世界manager啊 就是对这个事务的这些管理 那它的现代类型呢 是JDBC 那我们就刚才说呢 这个 这种type的这个值啊 会有两种 一种叫JDBC 一种叫managed 那这时候呢 我就可以讲这个差别是什么了 如果说当你把这个type配成JDBC的时候呢 mobilist底层的事务管理呢 就是通过我们刚刚讲解的这个 JDBC底层的这个事务管理的操作 来做事务的处理的 那如果配成managed呢 它其实是把这个事务管理的这个权利啊 交给了容器去处理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应用程序啊 最后它是发布在这个应用服务器weblogic 或者websfail上面 那这时候呢 我们肯定不能用它最底层的这个 呃 JDBC来做事务管理了 应该是呢 把它配置成容器级的 也就是通过应用服务器的这个事务管理 机制去做它 当然在现在这个大部分的商业项目中啊 我们基本上都会采用Spring 用这个Spring呢 可以整合我们这个mobilist 然后用Spring的容器管理呢 来覆盖这个我们mobilist里面配置的这个事务管理 那这样呢 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这里做这些配置 我们以后呢 会有一个专题 专门讲Spring跟mobilist整合 但在这儿呢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mobilist本身底层的这个配置啊 了解清楚 不然等到到时候我们讲那个整合 配置的时候呢 其实你会摸不清头脑 那下面呢 就是讲这个datasource后面有个type指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置 就是这块东西 它这个type指向呢 其实有三种 我这边列出来了 这个叫pull 一个gndr 还有一个unpull 那我们这边配置的是pull pull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个datasource连接啊 它会使用一个连接词 那那如果是unpull的呢 很好理解就是不使用这个连接词 那如果配置成gndr呢 代表什么意思呢 其实gndr就跟刚刚我们这个 讲这个容器啊 也有关系了 就是说它的这个连接啊 不是通过直接的我们这个 呃 数据库的连接信息啊 已经呢 初始化好了 然后呢 程序运行当中的时候呢 只要通过gndr定义这个名字 去把这个连接呢 获取出来 比如说我们采用这个web sphere的应用服务器 在这应用服务器的配置界面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单独的选项 叫datasource的这个connection 这时候呢 就会在这个 界面上配好这个数据库的url啊 database的这个名字啊 密码啊 之类的信息 然后呢 把它统一定义成一个gndr的资源名 这时候呢 我们应用程序揭入上去之后呢 只需要把这个gndr的名字 配置在这个地方 那就可以连接到这个 datasource的信息了 那应用服务器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其实 最简单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呃 它在这个整个应用程序的开发过程中 它是不需要让开发人员 可以知道这个数据库连接信息的 那关于这个应用服务器 容器这块的知识呢 我这边就不多讲了 因为这个课题实在太深了 相信大家在学那个卖子学院 其他的这个应用服务器的课程当中 应该对这个会有一定的了解 那讲完了gndr呢 我们再反过来看一下这个pord和unpord 前面我们说了 这一个是pord是用了连接池 unpord是用了 呃 不用不采用连接池 那连接池的概念是什么呢 呃 其实我们 讲一下一个场景 这个池 顾名思义就是呃 准备了很多连接在这个地方 呃 也就是说用了连接池的话呢 我们一次性可能先从数据库 呃 拿了十个连接或者二十个连接 这根据我们的配置来做定义 这时候呢 我们如果说是呃 到一个连接 再使用的时候 我们又需要另一个连接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操作数据库 直接从池这个中 把这个连接给拿出来 这就是连接池的概念 那根据这边的type不同呢 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config文件里面啊 在下面这个data source 这下面的这个property呢 也会有各自不同的这个配置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是这个prod 也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 它这边下面呢 就连接池会有这些 这些属性 呃 这里呢 我就不去一个个解释了 都是一些呢 对连接池这个特性的一个设置 那如果是说设定一个onprod呢 它就是这个前面我们已经用到的 这个最基本的设置 当然在这个prod里面呢 肯定也包含这些设置 只是这个prod里面会多出这些设置而已 那jndi呢 就跟这个prod跟onprod不同 因为它其实是不需要我们的这个 呃 java url的 因为它已经配置在容器里面了 它只需要配置这个上下文 就是jndi的这些上下文 那这些解释呢 我在这里不解释 因为时间关系啊 为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那其实我的这个mybetis的知识呢 也是从这儿学的 这个呢 其实就是这个mybetis我们讲的 它现在已经移植到了这个gethub上面 这个呢 就是gethub的这个官方说明 在这里 它非常好 有这个中文的这个说明 就大家省去这个翻译的事情 对吧 如果对英文不好的同学们 那我们呢 回到这个配置里来 看一下我们刚刚说的 这些怎么怎么改动它 假设我们这边使用了jndi 那下面这些配置呢 就不需要了 我们只需要配置上jndi的信息 根据它说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这里是指向这个 在这个容器里面 这其实好像是配这个tomcat的这个 呃 jndi的连接 这时候呢 在这个jndi里面 在容器里啊 就通过这个名字 把它指定到了 要连接的数据库上 好 那刚刚我们讲的呢 全部是针对这个 mobiles自己内置的一些配置 对于这个全塞性manage 和这个datasource 那我们也 其实呢 mobiles也提供 呃 我们自定义的一种方式 来实现它的全塞性 事物交互方式 或者它的database datasource的获取方式 那怎么做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全塞性manage 它其实啊 我们如果想自定义这个全塞性呢 呃 只需要实现它的一个接口就可以了 就这个接口 把它的这个方法 怎么获得连接 怎么提交 怎么rollback 怎么cross这个连接 把它自己重写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全塞性啊 这其实你看是 Ibatis的全塞性这个接口 那它的实现 默认实现的就是两种 我们看一下圆码 呃 一个是JDBC全塞性 还有一个manage的全塞性 这都是它的默认实现 这刚好对应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核心配置里面的两种 我们前面讲了一个JDBC 一个manage的 那它它现在呢 就刚好就是这两种 那对于这个datasource呢 一样 我们只要实现它的这个datasource factor这个接口 我们看一下啊 是这个 它也是Ibatis下面的一个这个 要一个一个接口 那我们只要覆盖这个接口呢 呃就可以实现我们自己的datasource function 把怎么获得datasource呢 给重写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默认实现呢 也是刚好是这 一个JNDRdatasource factor 还有一个unpoint datasource factor 那呃 其实对应就是我们这边配置一个JNDR 一个unpoint的 那point是哪一个呢 呃怎么会 为什么会没有point的呢 我们看一下哈 你看 其实point的datasource factor呢 其实就是 继承这个unpoint的datasource factor 那刚好呢 也是对应我们刚前面讲的这个配置 这三种 这是它的默认配置 那如果我们不想用呢 我们可以自己写一个来实现它 那关于怎么自定义这个这个datasource factor 还有前面说的这个全身 newmanage 呃这个呢 我在这边就不演示了 而且基本上我们做这个数据库连接的这个商业项目啊 也其实用到这方面也不太多 对于我们来使用这个mybitis啊 嗯 这个知识呢 其实是如果讲下去呢 就扯太远了 所以呢 我在这里就不做演示了 ok 那关于mybit核心配置这个erlements呢 我们讲到这儿 呃在今天这堂课呢 其实讲到了很多JDBC 包括事务 包括数据库方面的一些知识 其实和mybitis本身这个核心配置文件 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我们知道 这些配置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就了解的这些东西呢 我们才真正的呃能看得懂这些文档 是什么意思 从而呢更精准的配置我们这个mybitis的使用 那今天的课呢 就先讲到这儿 那同学们在课后 我建议啊 把我刚才在那个课堂上所演示的这个事物 这个练习做一遍 然后自己深刻的理解这个事物是什么 然后呢 配置一下这个连接词的概念 通过加一些这些属性 比如说这个属性我刚才没讲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一开始配置多少个连接啊 把这些属性都玩一下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我爱你 我爱你